好说好说 这谢将军兴奋的只土泡泡 越看北风越深眼 态度比起之前可谓是天差地别 留下几个虾兵 谢将军进入到行宫之内 北风脸上的笑意愈发地浓郁起来 区区一个谢将就如此贪婪 馆中溃报可见一斑 北风不信荷包不上钩 果不其然 过了半个小时以后 谢将军从行宫之中走了出来 兄弟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记得在河伯面前 不要犯了忌讳 谢将拍了拍北风的肩膀 一副哥俩好的模样 北风点了点头 跟随着谢将进入到行宫之内 行宫庞大无比 打造行宫用的材料 为苍浪江特有的碧水石 这种石头对于水系妖兽 有着很大的好处 整个行宫内 不知用了多少的碧水石 长驱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之内 血脉以及秀为都会增加 行宫之中金碧辉煌 弥漫着隐晦的阵法之力 一对对的虾兵谢将 持拿着长毛木不斜式地巡逻走过 一些傍女充当着侍女 跟随着谢将进入到一座大殿之内 谢将嘱咐了北风几句之后 悄然退下 大殿之中空无一人 北风也没有在意 这一等就是数个时辰 不见合博的半分踪迹 你就是掌管天水池的神卫 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大殿正上方的椅子上 已经出现了一位中年人 中年人仅仅是坐在那里 就如同一座高山浑身散发出的 威压如有实质 身上穿着蛟龙服 头顶带着王冠 属下参见合博 北风也是江西做足 第一时间行礼 我知道你 前些日子我大寿 整个苍浪江麾下属神 一千六百三十二人 唯有三人未到 其中就有你 你可知道 另外两个人的下场 苍驱一对树童盯着北风 眼中散发出了暴力 属下不知 北风表现出诚惶诚恐 他们都死了 被我一点点地割下血肉生吃 听说你这次来 为我准备了一份大礼 要是能够打动我 我可以饶你一命 苍驱弹着尖锐的指甲 正眼都不带瞧北风一眼 北风急忙开口解释 属下之所以没有赶过来 是因为发现了一株苍蜂草 想要以此作为何伯尼的寿礼 这何伯的实力不比我弱多少 想将其拿下 唯有趁其不易 一击必杀 一想到这里 北风的身子更加的颤抖了 似乎是被合脖的威压震慑住 啪 一盏玉杯掉落在地上摔成碎片 下一刻 苍驱的身子就出现在北风的身前 双手划为胶爪 抓在北风的肩膀之上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苍驱心神震动 忍不住开口低吼 苍驱的本体是胶蛇 在突破至天煞镜过程之中出了意外 导致苍驱进化未完成 沦为了半蛟半蛇的模样 这就是苍驱的心病 而苍龙草则使万丈火山之下诞生 木与蛟龙血脉而成熟 一旦得到伏下 能够让苍驱进化为蛟龙 属下正是为了这一株苍龙草 才没有来得及参加荷博的寿宴 还请荷博赎罪 北风呆冷片刻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痛苦的神色 被蛟龙爪抓住的地方 已经流出了一缕缕的鲜血 好 太好了 我恕你无罪 苍驱大笑 畅快不已 越看北风越是感觉到满意 苍龙草何在 苍驱的心神震动 多年的执念就要完成了 松了松 抓住北风肩膀上的爪子 急声询问着 在属下身上 得到苍龙草之后 属下就一刻不敢怠慢 匆忙赶来 北风说着 手中向着怀中探去 苍驱也是没有怀疑 一位苍浪江的鼠神而已 实力能有多强 就是自己站在原地不动弹 他也别想打破自己的防御 做得好 我大大有赏 从今天起 你就是整个苍浪江麾下第一属神 所有苍浪江属神 你都可以随意调遣 苍驱直接说着 至于眼前这一尊鼠神在欺骗自己 苍驱不认为 此人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戏弄自己 不止 一脸期待地看向北风的动作 苍驱的心神放松到了极致 一声轻响 伴随着一捧血雾在水中散开 苍驱一脸的不可置信 低头看向 冻穿自己身体的一条手臂 藏龙草在我的身上 不过是在我的肚子里 北风抽回了阵营的手臂 慢条斯理地说着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苍驱不甘 双目怨毒之色 让人动容 我不喜欢 对死人多说太多 北风摇了摇头 伸手向着苍驱的身体 凌空一抓 无形的吸扯力 禁锢住苍驱的身体 一尊蕴含无比威严的神卫 被北风缓缓地剥夺而出 神卫如同玉石 散发着至高无上的气息 贵不可言 一条长达千米的旁人大雾 显出了原形 上半截是蛟龙之躯 下半截却是蛇躯 北风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则是必杀一击 直接趁着苍驱的心神 被苍蜂草的消息所震慑的时候 悍然出手 一击就击碎了 苍驱体内的蛟龙珠 可怕的力量直接在苍驱体内炸开 贯穿全身 泯灭了苍驱所有的生机 这样的伤势 除非是修成低血重生之境 否得必死无疑 北风将神卫居至身前 一身汹涌的力量瞬间视如破竹 击溃了苍驱留在其上的应急 将其炼化 将神卫炼化入体内的一瞬间 北风就感觉不同了 在此之前 此地是苍驱的主场 尽管没有刻意地针对北风 但是那种咯咯不入的感觉 却是强烈无比 而此时炼化神卫之后 整条苍浪江 都是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 四周的水域 更是传来一阵阵亲切的感觉 如鱼得水 炼化苍浪江的神卫 在苍浪江之中 我的实力足以与天地争锋 要不是这种提升的实力 是天意制衡的 简直是太过强大了 北风感知着自身的变化 不由地感叹 仅仅是炼化了一尊神卫 就直接跨越了一个大境界 要知道在天目星上 帝君境与天地境 那可是一个鸿沟难以跨越 而此界却是不同 仅仅炼化了一尊神卫 在自己所掌管的区域之内 瞬息之间就可以跨越 数千上万年才能够到达的境界 我以苍浪江河波北风之名 号令苍浪江属神前来境界 北风直接催动神卫 以苍浪江神卫下达神域 号令所有的属神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